好,非常感谢,今天是我的MVP,我们来介绍紫苏和贝壳的MVP,为什么我来要开这个访谈的一个系列,就是我觉得我们车上部落过去这一年大概正好弄了20次这个直播,那都是大部分是我一言堂,我一个人在这下白货,还有几次几个学员在这里说,那我觉得呢,我们道理说了很多, 但是真的要到实践中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是还差蛮大的距离的,所以我开批了这么一个新的栏目,是想让大家看到真的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有哪些可能性能够碰到一些,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然后我想会给那些还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或者说在犹豫的人,朋友们一点启发,然后有一些鼓舞, 等到就是一旦你把你心里的想法落地的时候,这个过程不会是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别人,所谓成功,我不觉得成功,我觉得是尝试的例子吧,其实成功这个很难定义,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的访谈的一个作用了,希望在2018年,我们会有更多这样的朋友登上这个舞台,让大家看到,世界很大,可能性很多, 然后,我们先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这个嘉宾,嘉宾听上去好奇怪, 紫苏和贝壳,让我对你们两个,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了解,所以说我先查一下户口哈,你们大家,你们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曾经是干什么的,现在在干什么,然后怎么和小优结缘的, 那我先来吧, 曾经的话,如果算是职业的话,我是做采购的, 然后现在呢,我在北京做技术心理学相关的, 同事技术心理相关的, 小优结缘其实是,在同事采购的时候, 因为内心的被各种的压抑,然后寻找出发出口这样子, 对,从经济心理学,然后又到了小优, 我觉得音乐给我的是一个,一个窗口吧, 让我就是能够释放自己, 对, 就是郁闷的时候,不行了,要发现, 好,聋我了, 好,那个,大家好,我是贝壳, 然后在群里头,大家也都叫我Nikki, 然后呢,我其实,也算不上以前吧, 其实我背景比较简单,我就是学生, 然后现在是研究生,然后专业是石油工程, 然后也在上一个MBA, 然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魔幻的贝壳是学石油工程, 有没有被尖牙道, 能联想起来他戴一个什么那个黄帽子, 我还真戴过那个, 站在油田上, 油田在平台上, 谈着小优, 那你们俩是怎么勾搭上的, 我们俩的勾搭还要谢谢Rodger老师, Rodger老师是后面, 然后帮我们就是进一步扩大, 就是第一个MVP, 当我就是说就是一时半小一班, 发了一个链接在我们Lily的群里, 然后呢, 然后Likki是第一个就是说进来的, 她是第一批学员, 然后进来之后就是, 好像也就过了两三天, 她就主动说我要当课代表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合作, 因为当时第一班的时候, 我可能还没有想到过会说找个人一起, 但是她却那么热情, 然后我会说, 哇还有人愿意跟我一起,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开始就是算是合作那个时候, 那你怎么想到要办一个学习班呢? 那也是因为第一次上海线下聚会, 七七, 然后也是因为coach, 咱们那个说是在上海办第一次聚会, 然后那个时候我自我介绍里有说, 我就是自学小悠, 然后现在会弹十几首歌曲这样子, 然后刚好大鱼也在, 然后当时的Kiki啊, 他们都在, 然后他们都说, 哎我也想学, 然后这样子, 对, 那是第一个, 对, 那个想法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你当时有没有紧张, 因为你也刚刚学, 你怎么会想到说, 我能开个学习班教大家, 因为很多人我听到的就是说, 我不够擅长啊, 我这个又不是什么专家, 又不是大牛, 我怎么能够, 刚刚我们这个蜕片的学员群还在讨论说, 我觉得不够擅长, 又不牛, 我能干什么, 就是说你自己也刚刚学, 你怎么想到时候, 我可以去开个学习班, 我觉得可能重要的一点是, 我知道我是怎么学会这个乐器的, 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有过怀疑自己, 就是因为有瓶颈期, 对, 就是我跨过这个瓶颈期, 我知道就是, 其实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就能够就是把这个乐器, 就是第一步也走过去, 然后就慢慢的会越走越顺, 对, 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然后对于他们想学, 我也非常的焦虑, 就是在开之前, 就是说有没有人想要来一起学, 或者我能不能给他们比较好的, 就是能让他们学会, 有多少人又能坚持下去, 对, 我当时也是考虑了一下, 但是当时可能, 对我就是, 比较影响大的是一句话就是, 先行动, 对, 就是对, 也是可能是我们, 当时莉莉群正在引导这一波风暴, 我觉得那时候就讨论这个东西, 可能我, 我觉得我潜移默化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我当时都对自己说的, 也就是说先做了再说, 对,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去做了, 嗯, 所以你当时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在你决定要开班之前, 嗯, 应该是来自于别人的评价, 就是, 就是我够不够好, 就是我, 嗯, 能不能带给别人所期待的那么多, 嗯, 我能不能教会他们, 或者, 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 就是, 可能我, 我如果去教他们, 我肯定希望别人能够坚持下去, 对, 我对别人还有一个这样的期待, 嗯, 我现在挖一下, 可能会有这个期待在里面, 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就是说像我期待的那样, 因为我付出了东西, 我可能希望有一些回报这样子, 对, 可能是有两个他们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后来你就觉得不管他, 管他什么豁出去了, 哈哈哈, 嗯, 嗯, 那妮奇呢, 当时你说了当课代表, 这个是, 是一时冲动之举, 还是, 深思熟虑, 呃, 其实并不是啦, 其实这个我真的是特别佩服紫苏的一点, 这也是我们经常就是沟通啊交流的时候 然后我们总会感叹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方面好像就是特别的契合的感觉 就是说我会考虑的比较多 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 然后就导致直接就不能开始 然后我经常在感叹就说 哎呀如果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是我们单独办的话 然后那有可能就是如果没有我的话 然后这个小游班可能真的不会就是 因为我真的考虑特别特别多 然后就是很多问题啊可能 因为我们就是感觉就是一路上都一直感慨 就是说好像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或者挫折 就居然一路然后成长得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很多 我们就一直都想不到是会就长得这么快 就现在感觉是就是被小游班就被事情推着走 就是我们的工具一样的感觉 嗯对这也是我自己做 就是感觉你你拨下一个种子 然后他就他就长了 然后他就喊着你说快点给我浇点水 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你就去浇了 你不浇你觉得就不行 你非得去浇点水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如果是没有紫苏的话 我就说肯定我连开始都没有办法开始 那你你能给大家你们能给大家描绘一下 你们这个成长曲线吗 就是说从零到一以及从一到三 现在我知道你们要开第四期了 呃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趋势 嗯成长趋势 嗯其实我可能想的就是在不断的突破和尝试新的东西 嗯从一期到二期其实呃我们还是延续 二期是延续一期的就是风格包括其他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感觉对到二期到第三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是收费 嗯嗯对 这一个对我们来讲是还挺大改变 然后我们就会 Nikki就是会想就是各种各样 就是规则方面就是能不能就是这个价格收了之后 我们心里会想拿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产品这样子 对我们就会真正的去打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们会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了非常多的讨论 嗯然后那第四期准备开始的话 我们也是呃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是我们想要自己就是录教学视频 因为之前一直是依赖呃其他的教学视频 对嗯嗯所以就是我感觉是一个一个阶梯再往上走 就是嗯嗯的感觉如果要描述 对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就正好蜕变也在讲那个Ling Startup 现在一回想我们真的就是很Ling最开始的时候 嗯就是连连内容其实都就是教学的内容我们都是用的别人的 嗯嗯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惊讶的 就是说你们在呃尤其第三期推出付费 就是说我不知道在你们心里面的零到一是哪 就是我觉得从免费到付费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你如果从零块钱到一块钱还一块钱到一百块钱 其实我感觉从零到一块钱是个难的 对的确实对就是你真的商业化了对吧就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你们在这个又想到自己也没有自己的教材 也要是用别人网上的免费的教材 然后但是要去又去收费 你们当时怎么想你能够就是谈一谈什么 他当时有什么心理障碍吗 或者觉得说没事了咱们就能填着两瓶就收了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就如果没有收费的话 其实就用别人的教材其实就觉得还好嘛 就等于组织一个等于组织一个交流群一样的 然后我们 兴趣吧 类似那样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稍微有经验一点的 然后就带大家一起玩那样的 然后到后来呢 我们就其实我觉得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渐渐就发现我们的投入精力的投入量 就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包括就是在 就是讨论这些规则呀 其实就是初步的一个研发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包括就是维持这个 这些规则的运行 然后就是确实还是会费了我们蛮大精力的 然后我们当时也觉得 其实我们的特点是在 就是在这种人情恶上面 然后就是对大家的一种陪伴啊 督促 鼓励这些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当时想的 其实就是啊 那就收一个服务费好了 友情赞助 大家是这么想的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想 然后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 就是视频就是 是重要的 内容是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有人一起学 或者是有一个 嗯 他能告诉你 就是你这个困难有多久 你就能克服掉 而不是我在盲目的摸索 我要 我到底行不行 我行还是不行 对就是这种能够就是一个就是稍微经历过的人来 来就是陪伴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的价值在于这里 对 非常棒 所以说其实是我这么听下来 就是说其实你们针对的痛点啊 给你们第四期做广告 做参考 就是说这个针对的痛点 并不是说我的小优弹的比你们好 所以呢 我来教你们怎么弹 而是说 我帮助你们去克服学习一门乐器当中 呃 我们很多人学习门乐器就半途而飞了 然后我 我陪伴你能够越过这些初期的 这么一个很陡的一个学习的曲线 然后 把你推入轨道 然后希望之后 能够你就自己运行 实在不行上中期班 对吧 我知道你们还没中期 有这个打算 但是对 所以说初期班的这个 这个针对的 或者说我们说价值来说 是是把那些零基础的人推上轨道 所以这是你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而不是说 呃 说我会弹 所以我教你怎么弹 对吧 当然那个那部分也有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知识到处都是 但是对吧 知识 知识廉价陪伴无价是吧 这我经常 对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种初级 初级的教材 其实网上一搜 就一大把 其实到处都有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 可能确实价值就在于陪伴 嗯哼 陪伴都错 然后把它送入轨道 对 所以我们就说 那你们付费之后 接下来的话 嗯 你觉得商业化之后 对我刚才想的另一回 我们退回一步 我刚才想到驱动 因为最近我们在上驱动嘛 如果说没有这个付费的话 那付费来说 你觉得付费 这个学费对你们来说 是 是一个重要的外驱吗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驱动 如果说没有付费的话 你觉得能坚持下去吗 感觉还挺难回答的 老实说哈 我觉得很明显啦 其实嗯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付费 并不算是一个驱动 就是说 其实我们压根不会想 这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 在我们执行的时候 然后在管理这个班的时候 然后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 就是说 啊 这个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为了钱 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 就绝对不是的 但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开始意识到 就是在办一二期的时候 开始意识到 就是我们的这些 就我们的服务是有价值的 对 就是说 嗯 而且接下来 如果要继续要办的话 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些 就是如果要继续做大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经费 嗯 嗯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你只是想让学员说 认识到这是有价值的 嗯 子叔你觉得呢 哈哈哈哈 子叔我想这些 哈哈哈哈 我瞎说 就是 像Nikki说的 就是我们在 特别是第二期的时候 因为学员也比较多了 然后 我们意识到 呃 我们的精力的投入 对 嗯 这个我们觉得 对 像Nikki老师说的 是有价值的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如果他的后期的 还需要发展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 其实把我们那部分资金的话 其实有 现在产品的 就是制作 包括我们俩 更深入的学习 对 我觉得这样 其实呃 能够我们带来的是一种 叫什么 嗯 更好的学习的一种回报 比如说我们享受这个小U 然后我们希望能学更多小U 嗯 嗯 因为目前对于 我感觉对于金钱方面 因为我们收了之后 好像比较少的去 看 我们就是 怎么花它 对 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是希望花到 就是更进一步的产品的迭代上面 嗯 可能是为以后考虑吧 嗯 但是对于 嗯 驱动的话 好像对 暂时可能没有 没有太往这方面想 我 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感觉到 或者观众有感觉 我觉得一说到钱就开始尴尬 哈哈 我觉得我还好 哈哈 OK 那我了解 就是说 呃 从第三期开始收费 就是说 你 你们希望 学员认识到 你们所付出的这些服务 它是有价值的 呃 所以说 你给它了一个价码 那对于你们这个产品 今后的发展的话 我不知道 他们 因为刚才你们介绍了 这个 你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跟你现在的主业 完全是 呃 不相干的 所以 这件事情 对于你们的职业发展 或者说 general吧 或者说人生来说 它是一个什么地位 如果我要说 我们愿景哈 特别第一节课 说要愿景 你对它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你希望它成为一个什么 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嗯 精神上的话 如果先说精神上的话 我们 我跟Nikki之前也讨论过 我们希望它是一扇 就是通往音乐的窗口 就是可能你打开这段窗 能够看到一个另外的世界 嗯 嗯 那你希望 嗯 对不起 就是你希望这个影响力来说 你希望说 今后 很多人都能够受到 你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影响 从中获益 嗯 对 我们是希望他们 能够 就是 因为我觉得音乐就在我们身边 对 我们希望就是 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入口 能够发现自己 其实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嗯 有这样一个想法 嗯 我 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 其实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其实我们 从这个东西上面 可能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就是对于子苏来说 他可能 因为他 他特别喜欢积极心理学嘛 然后他其实现在主业是 是这个方面的事情 然后他就也是想要说 就是 结合这两个方面 然后就是让大家可能 更多的能接受一些 类似的一些理念 就是比如说成长性思维呀 之类的 他可能希望通过一些方式 就是来影响大家 对 我觉得影响可能对他是一个关键词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 或者说试验 你有试验吗 感觉 就是去践行一些东西 嗯 对 有 有 OK 那你可以对于你来说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 其实我跟莉莉 其实之前也是讨论过这个事情啊 就是在这里面就是 我会发 我就会发现就是 嗯 我会特别有灵感 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logo 然后就是我我突然就这么想到了 然后就画下来 然后激动的要死 但是这个点子太棒了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之后 就有一些那个小悠的那个曲子 就是我们我们班有一个 等于类似于一个班曲样的东西 哦是吗 你们还有班曲吗 是第四期要来的吗 哦对对对 就其实就是一个 一小个片段 就有点像那种 music radio里头那种 就我要我的音乐 然后我们小悠班也想了一个 对对 对就就会就会觉得自己 特别有创造力 然后对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包括嗯 就是小悠班就是从零到一 然后从一到三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是就是非常享受的 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嗯嗯 那对你的职业发展来说 它的意义在于呢 哈哈哈哈 我的职业发展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也等于是给我开了一扇窗吧 就是说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嗯嗯对 比如说到油田上去谈小悠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可以有的 对啊可以有的 嗯 我觉得嗯在职业发展方面 因为其实嗯 怎么说每个人都是一个 如果用企业来类比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里面可能看到一种 主动性就是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就是在做这个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和贝克 我们俩就是也经常沟通 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对于对于我来讲 我对于我在工作中 其实我可能会转变一下视角 就是对我更好的处理 就是在工作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角度的看法来讲 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启发的就是会有 会有用主人翁的心心态来看的话 可能更好的想到一些 呃更好的点子和 嗯就是更好的理解老板的心态 嗯这样讲 嗯那你自己是老板吗对吗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这个还是挺挺挺重要的 就是这种角度 对就自己经历过后就更能够理解和明白 我是这样 呃 你可以呢 因为我知道你还是学生 还没有真的就是说到外面去工作过 呃 但是这个当这个小老板 小老板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说对对你来说有对有些什么什么感想 呃 就当然完全跟学生的这种角色和身份就不一样感觉 确实就是一个创造者的一个感觉 然后就对确实是经常我跟紫苏在一块 就是也是就是这些点子 就包括对这规则的这些制定啊 然后对我们这个小油班这个内容的一些 呃包括迭代呀 然后创新啊什么的 就会一直就会觉得就是在创造 嗯哼 对 然后从中呢 其实也是发现就是从一个东西建立的过程 其实你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 就包括其实你从产品的研发 然后嗯到你去执行 然后到你去宣传啊之类的 然后去维护 其实整个整个东西你整个流程你都能体会到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确实是 我就一直跟 我跟紫苏一直都是很感慨 就是说其实小油班开下来 然后我们两个绝对是收获最大的人 嗯哼 你们觉得哪个环节对你们来说是最难的 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这个整个产品研发上市 然后管理 嗯你觉得哪哪哪个环节最难 嗯好像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特别明确的感觉 就是说哪个特别糟心 就我们一路走下来好像 就就还蛮顺的 居然销售不难吗 啊销售 销售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小油真的是本身自带那种特质 就是你摆出来 然后好像大家就会觉得 哎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看起来好好玩 然后就是很好奇 就是你不会需要特别大的努力去去推动它 就是我们 其实当时也没有出因为主要的平台是微信嘛 然后我们当时没有推推几篇推送 然后其实包括当时学员也特别给力 因为有学员就是自己写推送 然后帮我们推这样 我们也特别感谢 对 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主要 对就还是小油本身的魅力吧 可能我们就直接把那个 因为我们当时学员也有慧眼什么的 然后学员会眼一PO上去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就都会觉得 哎这什么东西 然后看起来也还可以尝试一下 对就没有太多的门槛 太羡慕你们了 看见我同社出的销售焦虑 看到了看到了 是个体工商业主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就是 到这种就是可能以它为生 或者是这么大的压力 压力确实小一些 但如果说是什么比较困难的话 可能我觉得是 我跟贝克在沟通沟通当中 对于就是 就是整个规则后面的Y的那种深挖 其实是对我们俩脑力挺 那个时候费劲的 你有个例子吗 比如说我觉得一二期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规则是 如果不交作业会被踢出去 那我早就被踢出去了 声明一下我是第三期学员 对但是就这个在觉醒过程中 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也希望学员能够 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但是这样子我们的规则又不能执行下去 对后面我们就会 就质疑我们这个规则的合理性 对我们反过去跳我们的Y 就是我们是希望 其实大家能够通过就是 更多的陪伴 就是有这样一个窗口去接触音乐 而不是说要逼迫他们 就每次跟着我们按同样的步骤去走 这样子对我们就觉得这个 这个规则其实有点其实只是 它只是我当时拍脑袋拍下的一个规则 对 就我们会 我们在这种设计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就很多东西就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其实它不好 就是如果你要是往后深挖的话 我们每次都觉得 其实任何一个想法 它可能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需要 就是这个 或者我们觉得产品需要的地方 但是未必就只有这一条实现的途径 然后其实 对你刚才问就是说哪个环节很困难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说它可能是 在我们目前的工作当中是挺大的一头 就是设计这个东西 我们确实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沟通 然后去挖 然后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思维也确实是 就对我们都很受益 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然后就是可能它就实际上就并不怎么好用 然后但是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否定它 就是你再去往回看 然后再往回挖 就是说你当时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 你其实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定义问题 就是当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本身的时候 其实好像就也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就是你看到就是有什么新的路径去 去来解决它 就是一开始想到规则的时候 可能这个问题本身 其实它还没有被看得很清楚 对还没有被解决 所以我感觉你们真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价值 好想因为你说到无碍 我们有一个好的产品 我们特别说这个Golden Circle 这个金色的三个同心圆 最里面是Y 第二圈是How 最里面是What 那如果你们用这个来去陈述一下 你们的产品 你们的Why 你们的How 你们的What 是什么 主席你来吧 我们之前讨论过了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说讨论过 Why的话 我觉得就是之前刚刚Lily也问过的 我们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 就是有这样一段音乐的窗口 就是让他们看到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Why 然后How的话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实现这个Why的一些途径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第三期里面的小打卡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养成那种习惯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形式 希望他们能够每天接触情 这样可能更利于他跨过这个障碍 就是看到这扇窗 对 包括我们他们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和Nikki 包括我们三期的所有的班围 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回应 对我们的这种积极的回应 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一起 跨过这个Why 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How吧 然后What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 我们叫小悠 对 就是你可以学会几首歌 对音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感觉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所以我感觉到的Wa 我前面稍微提到 就是一方你是希望很多人能够走进音乐 这个世界感受到音乐带来的这个愉悦 但是你也同时看到很多人跟音乐失之交臂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跟音乐摸了一下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就这门开了一条缝 然后坚持不下去就走了 所以说这个Why里面也可能是说 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看到 然后真的走进去 然后然后我牵着你的手 或者在你后面 把你轻轻的轻轻的推进去 是吧 那因为在推变的课程里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我总是有三分钟热度怎么办 就不管做什么事情 音乐也好 或者其他东西也好 我觉得我对这个感兴趣 然后我潜尝则止 我碰到第一个困难 我就觉得 就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我擅长的 是不是能走下去 这条路走不走得通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过这个三分钟热度的节点吗 有没有说到一个点 大家会觉得 你说 就现在了 还是你们现在还是非常热烈的蜜月期 你说贝克 我们都互相点名的 不想回答扔给对方 所以两个人有好车 不想走的时刻 有的吧 我觉得肯定有的 就尤其对于我们来说 像我们之前也经常感叹 就其实我们一路走下来 真的有些时候都没有发现 然后回头一看 就真的觉得蛮恐怖的 就我会突然说 说子孙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两个连面都没见过 我们两天人都没见过 对啊 就他因为他在 他在国内嘛 然后我在美国 所以我们就其实 也确实很感谢就是部落这个平台 就是让我们就遇到啊 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 而且确保不是骗子是吧 这个我们部落的同学的质量 还倒是蛮高的 就有些时候确实真的很感叹 就是哎呀 这太神奇了 然后确实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之前 就是因为完全是陌生人 然后因为小游班走在一起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建立这个关系 和这种互相的这种沟通啊 和信任 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 我们可能一直都是潜意识 有这个感觉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这个时差 其实是很大一个问题 因为经常就是发现 就虽然有微信什么的 然后就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我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然后发过去 然后那边摇披线 然后我就啊 就是感觉自己一个人 很孤军奋斗的那种感觉 掉进太平洋了 会有一种就是 有些时候会觉得很孤独吧 然后觉得帮不上忙的这个感觉 但是就是 因为我们有约定 就是说 一个就是平时的时候 一个星期固定要有一次 就是在双休日 我们都专门腾出时间来 来就是来沟通来交流 也许不一定都是产品上的事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可能就是唠唠嗑摆一摆 等于互相了解和增加 增加这种关系的这种过程 对有些时候我觉得 比较困难的就可能是 有一些时候就比如说 前有一段时间啊 紫苏也是他不刚刚转型吗 那个时候 他是从上海 然后转到北京 他肯定是 肯定是就是 现实生活当中 肯定是非常非常忙 然后事情很多的 然后那时候好像 又正好是遇到我们开班 我们第三期开班 收钱的开班 收钱的开班 然后就特别特别紧张 就没有办法 就松弛下来的那种状态 就闲都崩得特别紧 哦对 其实对那一段时间 是我感觉就比较困难的时间 是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 就是就完全特别open的状态 就是什么都能谈 然后是一个感觉 非常安全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就不管什么问题 哪怕是就是跟我们的关系 很本质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都能非常安全的 把它提出来 然后两个人的这个 这种concern都能 都能得到解决到最后 我觉得对 吵架了吗 没有 我会吵架 但到现在还没有吵过架 不过你说特别重要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合伙人的话 这个合伙人之间的关系 它的信任 它的安全感 对这个产品的这个 就是未来的发展 是至不很重要的 对 确实是这样 然后 你说 就对确实也是挺感激的 遇到这么一个partner 对 就是我们会 我们有些时候也感叹 感叹就是说 我们之间就是发展的这种关系 感觉是一种特别特别健康 特别特别正向的那种关系 就是特别安全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然后就是紫苏也说 他就说我们的关系 他其实也也能就是 就是沿用到生活当中去给 给生活当中的关系一些启发 一些启示 对 是的 紫苏我觉得你这个小U班 跟就是天天就是给你的这个 这个积极心理学哈 就是提供素材是吧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就可以在里面实践一下 然后你们就回首的话 你会觉得说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或者说什么认知吧 你刚开始做这件事情 你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做完以后 你发觉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有什么 颠覆你过去的认知的东西 我先说吧这个 我觉得太多了 就是说 你给还没上路的人 一点一点 启示 对 就是说 这个可能比较specific 我刚刚开始想的 可能比较specific 但是你跟我说到 就是如果给还没有上路的人 一些启示的话 先说具体的吧 先说具体的 其实初衷里面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给还没有 就是尝到这种音乐甜头的人 然后希望就是再拉他一把 或者再推他一把 然后其实我们 我们经历过来 我们知道 其实就差一点点 然后就能过去 但是他真的那个坎儿 他确实就是他在当下那个点上 他就会觉得 就没有希望了 就是就过不去 就是平台期嘛 所以说 我们把这一大部分的压力和责任 就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就是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然后我们需要 就是他们没有过去 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一个边界不清的感觉嘛 而且就是说 如果就是展开来说 就是如果给就是 其他人有什么建议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控制感 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 去做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你想要他实现的东西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然后后来我们其实经常 因为这种这种事情非常焦虑 就包括规则制定的时候 我们想的可能初衷 绝对是好的 但是就是执行下来 可能其实大总的数据来说 他也是也是非常好的 他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案了 但是我们就会盯住 就是还是有人 他坚持不下来 然后这时候就 我们就会觉得责任特别大 就是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是还是要学会放手 就是就这些东西 是你不能控制的 就是你要学会去接受它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特别好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我作为一个教练的话 就是说其实最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 有你的作用 也有对方自己的选择 对吧 就是我是三期学员 但是我知道我在后半截 因为开始蜕变开课了 或者我从中国回来了 我做出了一个自主选择 我跟不上了 然后我下来做了一个决定 说我第四期再去回路 太好了 然后但是对 但是如果说对吧 你不知道这是我做出的一个主动选择的话 你们就会把这个结果都觉得是你们失职了 是你们的产品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insight特别特别有用 就是我自己作为教练的时候 我初期的时候也是 我觉得我客户能不能有成果 全是他们有成果是我的 没成果也是我的 就感觉都是这样 实际上我并不拥有这些 所有的行还是不行 当时状态是对方拥有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特别特别好 还有呢 还有具体的 你刚才说听得到吗 你刚才说就是挺多的 还有还有其他的这个 你的这个感觉很颠覆认知的东西 我觉得就其实很多东西都都是 都是这个点吧 就是说挺多的 虽然挺多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想要控制 然后失控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说这 说这些东西 其实也就是给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你会经历什么 但是其实你不可能避免就是说 你一上来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你肯一定会很 很关注它的效果 这是绝对的 但是就是说这是必经的过程 就是说你一定要经历这个时空 你一定会去想控制它最开始 然后你必然 你想控制必然会经历这个时空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太到了 特别到了层面 因为我们在个人生长 在推广里面说 什么时候说可以放下 放下身体发觉 你控制不了了 你不得不放下 你不得不放下的时候 确实必然要经历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如果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 就不要纠结太久 可能需要尝试去接受这个状况 对 但是可能还没上路的这个朋友们 就是说 你如果听了我们说 最后还要 最后都要接纳 都要放下 要划清界限 要搞清楚是谁的课题 对吧 但是一开始你还是想控制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是人的本性里面 我不知道 说你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 有没有什么理论支持 就是这个人可能我们就是 人定胜天 我们一定要控制 实在不行了 就接纳了 接纳了以后 你会发现是不是感觉 就是海过天空 对 确实反而就更灵活了 就是你有更多的途径去 去应对它了 我觉得Nikki说的这个是 是我们就是 刚刚经历过的一个事情 然后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经历 我觉得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已经整结过很多次了 但是 其实现在我们是 我们也是 包括对控制这件事情 本身来我们也是很放 很放松的 就是说 不行 现在还是就是想 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控制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 就先弄着弄着弄着看吧 然后实在不行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别的 因为现在 就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过程了 没有办法避免它 你在没有 你在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可能就 就不会想说 就是让它随波逐流 我就做不到 嗯 嗯 对 自从你接受 我 我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讲 认知上比较 大的一个转变 其实是 如果一句话讲 就是说 可能要 随时就是准备好 承认自己是 错的 嗯 对 因为 包括就是 像一二期的时候 那个 那个规则 呃 因为是我自己 就是 呃 就是 也不管反正看到什么 或什么 我觉得那样可能是好的 对 所以我就设立那个规则 但是后面 的确发现它执行下来 是有问题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和贝克会讨论 然后妮奇会说 哎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道理 就我们这样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就其实 我在放弃我这个 刚开始制定的规则 我刚开始是对它有执念的 就是我觉得 我的baby 哈哈 就是这个 这个过程对我来讲 还是还是有点困难的 就是心理上 对 但是 对 就是这个方法 我 我知道我该怎么去 认识我 这个是错的事 因为 呃 我可以回去看我的why 对 再来看 哎 我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达到同样的方法 或者是我 嗯 对 对 我觉得这一点转变 嗯 对于我后面 就是跟 跟妮奇沟通 其他的问题 也是 我觉得这 这一个方法 是非常的 挺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 就是 对 你可能 有时候 发现自己是错的时候 会觉得 很 有点低落 嗯 会觉得 我怎么 嗯 就是 没有用 就是这个 对大家有用 这样子 对 但是回到外的时候 你会发现 嗯 我有另外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 看行不行 这样子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性思维 我觉得 对 他其实 子祖有说 他说 错的 就是说 他 他之前制定的一些东西 是错的 其实我觉得 就 我没有这种想法了 可能 他现在也不会这么觉得了 但是在当初就是 就是在遇到 就是 遇到这种 他制定的东西 然后 就是发现 嗯 不适用 对 不适用的时候 他可能 对那种经历状态 他可能会觉得 就是说 自己被 自己的东西 就是被否定了 但是实际上 就像我之前说的 就是说 他其实 就是我们深挖 现在这些东西 就我们当初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 然后他其实 他是有迹可循的 他其实是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他其实是一个切入点 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 那可能真的是空想 就是有些时候 你真的就靠 靠直觉 就是靠 啪 拍一下脑袋 就说 不要这么办 他其实 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里头是有一些 体现了一些 我们的需求的 然后其实只要 把这个需求挖出来 对 这个你说 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我想到两点 一个是说 我们其实每个人 都 就是我们 我们之前就 我们部落里面 我记得有一段声音说 我不够好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让很多人产生焦虑 但实际上 在另外一方面来说 我想每个人 都希望自己要更好 就是说 也会都会 或多或少的 被我不够好来困扰 但是这个是有 它积极意义的 对吧 就是我们想要变得更好 所以说 当任何事情 让我们觉得 自我价值感降低的时候 马上能够要转到 这背后的积极的意图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 这么难过 这么焦虑 因为我们想要 在哪方面 变得更好 然后这个积极的意图 才能够指向行动 因为要不然的话 就陷入到这种 我好糟糕 我这都错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特别棒的一点 你们提到 就是我们 这个积极的意图 是把你从那种 低落的情绪 到下一步的行动之间的 特别关键的一个 一个巧妙 然后 然后接着 你就可以继续前行了 对 但是时不时的 又觉得自己又很糟糕 一直都是我们在 经历的过程 对 然后我们接到它 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过程 是的 好吧 那我们这是要第四期了 你们想说一说 这个第四期 有一些什么特别 令人惊喜的变化 既然我要去参加了 作为 作为一个未来的客户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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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时间 广告时间 不要错过 我觉得一个 一个最大的变化 是我们开始自己 做内容 虽然这个内容 现在 还在我们 大部分在我们脑海当中 还没有出现 视频里 对 但我们就是 我看的就是贝壳 做的一个样本 我觉得 非常的 很酷 我也看了 一个创造力 就是 对 我觉得 非常 magic 很惊艳 然后 你们在这卖关子 我这么说吧 我女儿看了 anyway我女儿知道 你是我 Euclidia老师 哇 好神奇 好了 给大家卖个关子 对 我觉得 这一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突破 然后可能 在 新的规则 方面 因为我们三期 可能用一用了 就是小打卡 就是可能希望 大家每天 每天的这样子 去练习 但是我们这一次 可能会把它 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 就是会 对 在我们课程当中 可能会引导大家 比如说来做一些 例行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 像上次那样 就是 会每天的 就是 就是追着大家 往前走 我们可能会 就采用一种 更引导形式的吧 就是 放弃控制 其实就 给大家 给大家 有点 对 这样子的感觉 就 希望说 就不当推妈了 是吧 不当虎妈 要在前面 不在后面推 对 其实这个过程 对 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 之前也是 就是可能 催打卡呀 催作业呀 什么的 也是让我们 其实特别 消耗能量的地方 然后我们 其实整个执行的 过程当中 虽然就是 最后还是执行下来了 但是我们一直 就在质疑 就是我们每次 的例行会当中 我们都会 这都是其中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 我们催打卡的意义 是什么 我们甚至怀疑 打卡本身的意义 但是其实 就还好 就 这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嘛 就是说 其实我们 不停地在经历 这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 我们让大家 打卡是为了什么 其实 就是说 它确实从 这种daily的 就每天的这种 习惯当中 它肯定能收获很多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不能 强求它们 每一个人都照我们 觉得最好的方式去做 这个自由要 要 要给到大家 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们放手的地方 其实 就你放手了以后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就是 你抓住它 然后两边都难受 然后你放手了以后 但是其实 这当中肯定也是 有很多门道 就你不能 就是撒手不管 对吧 就是你肯定又是 又是开发一个新的 靠新的系统 或者一个新的体系 来支持这个 但是就是说 就我们会 我们会觉得解脱 我这就一直是 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这个原来是 应该这样看的 就有些时候 视角的一个转换 可以试一下 我给你一下 我的用户体验 因为 开始打卡的时候 Nikki 她会每天10点钟 10点钟是打卡时间 然后过了10点以后 发个email 谁谁谁 ABCDE 你们今天还没有打卡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点名 点名 点名 我不说点名批评 点名之后呢 又怕你觉得 在批评她 说没有关系啊 来不及 没关系啊 过了这个翻天啊 再往前走 然后呢 我在前面几周的时候 这个10点钟 被点名呢 确实是一个 一个外区 就是我 快了 10点快了 然后 然后赶紧就打卡 因为我在国内嘛 然后我 小孩就看见我 他急急忙忙拿情 她说妈妈 是不是10点钟 快被点名批评了 然后后来呢 再到后面几个星期 就开始老油条了 那就皮了 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的 对 一个是皮了 就是说 我不在乎了 点名就点名吧 但是第二个 还有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自己知道 小油对我有多重要 就是说 我知道我想弹 我会去弹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是 比如说 我那个时间点 我是弹了 但是我没有去 打卡程序里面去录 但是我已经弹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无所谓了 那我也不想特意 再去 再去小打卡 去打卡 反正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 honest be with myself 我知道我 我练过了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只要我自己 对得起自己 我觉得心安理得了 那我是不是去打卡 我就无所谓 所以 就是就像你说的 就是每个人 他有自己的方式 然后你只是提供了 这么一个工具 你用还是不用在于你 所以说到 就是我们说 内趣系统 第一个是要创的名 对吧 自主性 自主性是给人 很大的驱动呢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推电二期 实际上当时觉得 哎打卡不错 我们也用打卡吧 然后就直接从 这个小优贯超来的 然后当时 我们的这个意图是说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有交作业 有答疑 要看个程 我们就说三个时间点 提醒大家去看课 去做作业 去答疑 然后后来发现挺逗的 就像这个东西 它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的动意是这样的 但是发现现在打卡 变成大家写觉察日记的地方了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工具 用在他们觉得 想用的这个功能上面 那完全不是我们当时想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逗的 就是你给一个东西 给一个框架 然后至于说用户怎么样 就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确实挺神奇的 因为当时 其实我们对打卡这个东西 就有一点发怵了 然后当时看到蜕变用的时候 我还跟紫苏说 我说这个肯定弄不起来 因为我们当时 他们要掉坑了 他们要掉坑了 你们两个是我们的班长 居然不告诉我 太过分了 没有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这是很私人的经历 其实这个 对 因为我们 我们半般的这个经历 就是会觉得 天啊 打卡这个事情 然后 但是确实 他事情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就是你要 你要撒手 就是要撒手 对对对 还是回到这 要放 那行 我准备好的问题 都差不多了 那你们大家 我知道你们俩 准备了两个曲子 我准备了一首 我准备了一首 然后我是跳了一打 我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 是给我 来吧 来吧 The floor is yours 好 闪亮内场 你好像说 你也要踏来着 我后来觉得 这后进份子 还是到第四期 我后半截 没跟上 但是呢 这个毕业演出 我是第一个教的 我就想 怎么着 我也有一点 sense of closure 然后第四期 从切音开始 这个牛不叫切音 Anyway 但是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保留一下 我的这个形象 你们来吧 怎么的 你 我其实 我这大早上的 然后 虽然说想 想说 靠说话 开一下嗓子 因为 晚上起来的时候 就嗓子 其实都还是哑的 没事 其实我准备了一打 然后 就是想说 就是有不同的风格吧 然后 就是想 拿个串声 对 不会全都弹完 就是可能就一段 这样 就让大家知道 其实小悠是 她是 非常灵活的 她其实能适应 非常多的曲风 对 我也不知道 现在 能不能唱 不过 之前Lily有点名 就是说 让我唱一个 City of Stars 这个是我之前 在公众号上面 发 这是 这是Nikki 第一次 她有特别惊艳的东西 她都听了无数遍 对 那就 那今天就来一段 这个City of Stars 好的 City of Stars I though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s They'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tream of the crowd The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ally The voice that says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And right out Out of my heart I think I wanted I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I don't care if I want I don't care if I want Wow 好棒啊 每次听到 特别感动 Wow Wow 这首歌也是 我非常喜欢的 一首歌 我是不是要上到 高级班才能 才能这样啊 高级班 其实不用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节奏型 有什么 要发现 还有唱功 唱功就得 慢慢 有人说我变得了 我确实唱的时候 还是发现 没有开嗓 嗓子没有开 好像啊 好棒 还想听 来吧 紫苏你来一首 那个 紫苏是不是准备了一首 成都 民谣 对 成都 可能大家应该 他火了一段时间 给大家弹一下 有人想点歌 可以 可以试试点歌 可以的 可以试试 对 你们 你们可以写一些歌 然后 我看看我有没有谱子 让我 记忆不舍得 固执你的温柔 雨路还要走多久 你穿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挣扎的自由 分别 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 难尼的吹牛 紧吻着我的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窗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 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哦哦哦哦 直到 所有的灯 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 雨淋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我还以为会来麻辣烫 好温柔 好温柔 好好听 让我迫不及待的想加入四期 好温柔 来吧 你听你还有串烧吗 串烧 串烧 串烧没有 你先来 快 你不来我就不来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 这 我不给你们打这个 这个广告效应不太好 这个我们学了一期的学员 就是这个水平 大家看这个毕业演出 看毕业演出 那两句话我练了一下 我们现在给现场的朋友一点点时间 我们有提问的吗 可以直接露脸提问哦 一不可视哦 有提问的吗 如果要提问的话 如果不熟悉Zoom的话 你们在你们左下角 有这个静音 如果话筒 你们把它解除静音 就可以说话了 然后你如果把视频弄出来 Roger来了 大叔 没有 谈得太好听了 然后 连我这个阴芒都陶醉了 谢谢 等你把它拉进四期 刚才有一位同学 清浅同学 他说他想参与进来讲话 好呀 因为他觉得你们 你们三个人聊天聊得太嗨了 来吧来吧 我是露脸 想这个召唤他一下 清浅来吧 我帮你解除静音 清浅同学还在吗 清浅在 清浅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清浅 叶老师 听见我吗 叶老师走开了吗 OK 还有其他的人想现场提问吗 有想点歌让贝克唱了吗 对啊 点歌的 点歌的 如果没有提问的话 我们点首歌 以这个两位美女的歌声结束 我们这次访谈 我谈的太开心了 我说我谈话 谈的太开心了 让我觉得我下线了以后马上就去练琴了 哈哈哈 那就太好了 哈哈哈 好吧 那怎么着 子舒还是贝克 你们来一曲 我们在歌声中结束 嗯 好 那我来个欢快的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小悠的特色 来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像是比较新的歌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 下一秒你在上海的墨迹朵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玻璃落大雨 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气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人 进天欢我侧不封着影 有几个被我的雨滴 难得真 心情天高海阔我的愿意 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乱套杀 而你被留下 我的世界轮转变化 你却没时差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情侣交加 而你被浮华 我的世界纷乱复杂 你却能解吗 啦啦啦啦 我亲爱的你呀 好谢谢你们两位做客我这个访谈的第一次 谢谢莉莉 太感谢你们了 我特别特别享受 就像你们说的 做任何事情最后最最最我收获的就是自己了 然后也谢谢现场的观众和听众的捧场 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谢谢 谢谢好晚安在中国的朋友 晚安在美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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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